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德国足球这样实现一体化的成就 但是2018年的夏天 德国足球面对的却是最大的一次考验 应该说这20年来 因为德国足球哪怕是在20世纪末 21世纪初都没有在世界大赛上面对过这么残酷的一种考验 一种垂打 他作为2014年巴西世界杯的冠军球队 居然在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当中 小组垫底 这样被淘汰 这样的一个格局 我相信德国足球肯定会要进行全面的反思 和进行新一步的一个改造 现在来看呢 在过去一个多月之后 从德国媒体和德国足球业内传出的反应 主要进行到三个方面 那就是德国国家队整个的管理架构要进行改变 这当中其实好多矛头还是指向了德国足球现任的主席 这个格林德尔 那么格林德尔在应对危机 在应对厄切尔精多安事件过程当中 肯定是失分的 德国国家队在对于俄罗斯世界杯 不管是这个训练基地的设置 还是包括一些资金方面的保证 都不是特别到位 所以德国足协要面对一番深度的拷问 其次呢是在德国国家队的这个管理体系当中 从主将人乐夫领队比埃霍夫 再往下整个这个管理体系是不是过于成熟 以及有一些固化有一些老迈了 这也是未来我相信在2019年到来前 德国足球会要势必须进行一番新的调整的 乐夫的权限可能会受到一定的限制 而给乐夫提供的支援相信会更多 那在另外一个层面上 就是整个德国足球青少年足球培养这方面 其实在两年前就有声音显示 德国足球已经意识到自己的清训 虽然出产的人才很多 但是潜在的问题很明显 最严峻的一点就是同志性的人才过多 而具备可能一些天才性的这种球员 特别是攻击端 德国足球缺前锋 我们都这么说说了十年了 这其实跟德国足球优秀的清训的另外一面隐藏其问题也有关联 这三个板块从他的管理团队的结构 从他的整个专业技术人才教练团队的组成 以及到他的清训 我相信都是未来这一年 甚至未来这几年 我们可以好好研究德国足球的一些方向 而对于这个德甲赛季来说 大家也许是在德国足球世界杯失败的这样一个背景下 对于德甲这个赛季 不是特别的有热情去期待 而在整个转会窗口当中 我们看到德甲这些豪强们 他们的表现也相对比较低调 最大的拜仁上个赛季是领先对手超过20分 能够拿到联赛的冠军 但是在这个转会窗口当中 拜仁最大的改变是来自于主教练的改变 在世界杯之前就已经实现了 那科瓦奇呢 从法兰克福来到拜仁慕尼黑 入替了再度退休年过期群的老师海因克斯 这应该是一个更新换代挺彻底的一种做法 因为过去科瓦奇在法兰克福带领的一支 由这个经验丰富的老将和很多年轻球员 包括很多租借过来的球员 组成了一个混编球队 表现得非常出色 特别是在杯赛当中有着结束的发挥 那他来入主拜仁 或许是拜仁这段时间 做这个新老更替当中一个成千起后的人物 但是对科瓦奇来说 他的挑战真的挺大的 因为在这个下窗 拜仁并没有在转会市场上 有多少的投入 送走了 我们看到像 达格拉斯科斯塔 包括比达尔这样 在过去几年引进进来 但是呢 又没有能够得到充分使用 各自的特点 没有充分绽放的球员 而在影员方面呢 有格雷斯卡 就算是从 萨尔克第二集团当中的 一个竞争对手 挖过来一个 在2017年联合会杯当中 有出色表现 但是之后 好像有点停滞不前 这样的一个 攻击性的一个中场 身材非常高大 我个人非常欣赏 这名名球员 那么还有一位呢 这是格纳布里 这是之前在阿森纳 包括在德甲 其他球队对我 不一定表现的 属于一个重新召回 这样的一个状态 重量级的影员 并没有看到 而围绕拜仁 过去三五年 我们不断说的 就是这个罗贝里时代 如何来进行更新 这两名老将 因为在过去十年 都是支撑着拜仁 包括拜仁在欧冠当中的罗冠 以及他如何去 对抗黄马巴萨 但是这两名老将 真的垂垂牢矣 科瓦奇 他有没有足够的能力 应对这样的一种更新呢 从他的工作背景 从他的足球背景上来讲 他有着足够丰厚的履历 这是一位 科罗地亚的名将 我们以前说 科罗地亚队 总会说科瓦奇兄弟 如何如何 整个中后场 都是靠这两兄弟支撑的 而他呢 从小是在德国长大 他在柏林出身 所以他非常非常 适应德国足球这个环境 实际上 他就是一个德国足球人 从文化意义上来讲 所以在语言沟通 更衣室管理 包括对于这种 新老交替团队的掌控 科罗奇都有足够的 这种应对的经验 那也许啊 在这个成千起后 这样的一个实当 用这样的一个人 应该比之前 去尝试 安切洛蒂 会要更加 合适一些 也许他能够成为一个 润滑技一样的作用 但是这个赛季 拜仁在欧冠当中 还能不能去挑战 黄马巴萨的统治地位 包括可能会要 重新崛起的游文图斯 这一点不太让人看好 而在拜仁之外呢 说完拜仁 好像德甲这个话题 说了一大半了 因为在其他的 这些球队当中 不管是多特蒙德沙 马克林斯 洛若库森 还是曾经一度火爆的 这个拉比锡阿碧 他们在这个下窗 都没有体现出 足够的进取性 应该说 在德甲俱乐部当中 在关窗之前吧 多特蒙德是花费 投入比较高的一支 他整体的支出 应该是超过了 7500欧元 但是我们看到 多特蒙德在支出的同时 他其实送走的球员 也非常多 尤其在前场 在前锋这个位置上 奥巴梅昂走完之后 大家都不知道 多特蒙德未来 会主要依赖 怎样的一个风险 一个得分手 那甚至关于一些 在中超效率的球员 都会受到多特蒙德的 这样的邀约 不管是从此前的维塞尔 到后来 这个莫德斯特 种种说法 所以这并不见得 是一个多特蒙德 加大了投入的一个体现 可能很大一部分 这个预算的 都是之前卖人 比如说2018年 东窗卖掉阿文梅昂 他存留下来的这些收入 在下窗的一种 平衡的支出而已 对于多特蒙德 这支球队 阵容整齿这方面 大家不会特别乐观 12克04相对来说 就会更加平庸了 那勒乌库森呢 上赛季没有能够 获得欧冠的资格 现在对中国 倒是有一些年轻人 像这个布兰特 他们能不能够 真正再一次崛起 也是一个挺大的一个疑问 或许随着这个赛事进展 我们能看一看吧 那拉比锡阿碧 这一直被认为是 在德加当中最遭人厌的 一个所谓的塑料俱乐部 一个人工俱乐部 这个俱乐部呢 已经是在为未来 下一个赛季 1920赛季 引来新帅做准备了 这过程当中 他们其实也租借了 不少的球员 像上个赛季 从埃富顿租借过了 这个卢克曼 有过出色的表现 但是现在来看 他要重新召回 或者说签下这些 有过出色发挥的 租借球员挺难的 埃富顿据说是肯定不放人 另外我让德国足球 还有一个现象就是 现在有很多 在英格兰顶级联赛 在英超豪门当中 一些踢不上球 缺乏上场机会的球员 都愿意选择得奖 作为自己 这个职业生涯 进步一个脆火的这一关 像上个赛季就有过 来自于曼城 这个赛季有过来自于 热刺曼联等等 这些相对的英超豪门 准豪门的球员 这个在18到20岁这个年龄区间 现在已经有了超过6人 在德甲应该是一线跟二线的 俱乐部当中去效力 这当然对德甲来说是 德甲对于青少年培养 对于准精英化人才脆火 这一步他能力的体现 但是换一个角度来看 这是不是德甲购买力 始终不足的一种体现呢 最终德甲能不能守住 欧洲五大联赛当中 第三这个位置 要看他们这个赛季 在欧战当中的表现了 面对一甲 包括跟生前这个西甲 和英超的差距 德甲这个赛季的欧战前景 仍然非常艰难 点亮和你分享体育的奇妙